小说道诡异仙中的星盘到底是什么 不同星盘的能力又为何差别这么大 星盘是道诡异仙中最复杂的设定 书中给出的解释是 星盘是私命的因缘 也是私命的过去 但私命无往亦无前 因此星盘和私命互相盘解 有了星盘才会有私命 但没有私命也就不可能出现星盘 所以是先有机 还是先有 比如李火旺是迷惘私命记载的星盘 正是由于李火旺想要成为私命 未来的私命记载才会出现 而当李火旺疑惑记载是否真实存在时 未来的私命记载便消失了 同时记载也可以和过去的李火旺对话 从而帮助自己抢夺天道 而最后两人更是联手拯救了整个大挪世界 因此星盘的设定比其他星字辈更加复杂 星宿只有迷惘 如果你走在大街上看见一个说胡话的疯子 那他一定是星宿 星拙只有一望 如果某个年轻人有了老年痴呆的症状 那他一定就是星拙 但星盘超出五界外 不在五星中 他既是私命的过去 也会受到私命的影响 由于私命无往亦无前 因此私命和星盘并非一对应 星盘可以选择成为私命 但私命也可以挑选星盘 并且不同私命有不同的挑选规则 比如痛苦私命八灰喜欢感受到他人的痛苦 于是他用凹紧叫苍枪登阶的功法来挑选星盘 登阶三次就叫大长老 也就是痛苦私命的星盘 谎言私命阴阳斗老喜欢见证谎言 于是他用作妄道的功法挑选星盘 最会耍的作妄道就是谎言私命的星盘 但一旦被私命选中成为星盘 想要脱身便极为困难 那么星盘应该如何抵抗私命 作妄道的头子曾被谎言私命阴阳斗老选中 他为了不成为星盘设计抢夺龙脉 想要利用秩序天道的力量脱身 但他没有成功 而是死在了主角的手里 李火旺曾被谎言私命阴阳斗老 痛苦私命八灰同时选中 他为了不成为别人的星盘 利用修真能力把自己的未来修成了私命 成为了迷惘私命记载的星盘 从过去到未来都饱受着迷惘的痛苦 那为什么星盘诸葛渊能成为穿越大梁与大旗的桥梁 但星盘离火旺却不行呢 其实不同星盘的能力有着本质的区别 私命掌握了哪条天道 他的星盘才会拥有哪项能力 反之一然 三清是掌管秘密与清醒天道的私命 因此他的星盘诸葛渊可以看到隐藏的秘密 诸葛渊可以看到凡人与私命连接的险 因此作妄道的伪装在他面前毫无用处 诸葛渊也可以看到隐藏在大梁历史下的大旗 因此他的脊骨可以做成穿越大梁与大旗的钥匙 无声老母是掌管慈悲与死亡天道的私命 因此他的星盘百灵秒可以控制死亡 甚至可以打破星卓世界不死的规则 记载是掌管迷惘天道的私命 因此他的星盘离火旺时刻处于迷惘 视角同时存在于现实世界和盗鬼世界 差点就把离火旺变成了疯子 这就是盗鬼世界中的星盘 你看懂了吗